这是范明正总理首次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,是新西兰新政府上台后来访的首位外国高级客人。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,相信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双方关系走向深入和务实。 范明正总理表示相信,在新政府的领导下,新西兰将蓬勃发展,在地区和国际的地位日益提高。 会谈上,两位总理对月薪在政治外交、经贸、国防安全、教育培训、农业、劳务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感到满意。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各大方向达成一致。 其中,双方同意加强政治互信、战略互信和政治外交合作,为两国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。 双方将通过多渠道增进两国代表团互访各级别和高层接触。 双方同意有效落实越南、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2021-2024年行动计划,并尽快制定新时期行动计划, 同意加强经贸投资合作,力争2024年双向贸易额达到20亿美元的目标。 此外,双方同意扩大两国防务、文化、教育培训、民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, 推进科技、创新、绿色经济发展、数字经济、环保技术转让、人工智能、半导体芯片等领域的合作。 在地区和国际论坛上,双方同意加强协调与配合。 会谈结束后,两位总理共同见证了两国各部委行业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。 其后,两位总理共同举行记者会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。